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接下來我想要再追問一下 就是剛才這個王道涵 這個提起了這個能力分班 他說 他似乎聽到有 這個 這個不同的這個主張 而且好像是相互矛盾的 就是說也許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們如果覺得能力分班這個太刺眼 我們刺耳我們就改一個興趣分班好了 好像好一點對不對 因為興趣也是 是信仰才 因才施教啊 你的興趣是這個 那我們就讓這個喜歡 現在的術語叫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好 好沒有關係 那 這個是到底是 目前的這個教育部的立場是什麼 然後 你們如何 就是說看待這個問題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 或者你們個別的學校 有沒有想到說怎麼來處理這一塊 這個部分我先來做一下答覆 我們以我們自己學校為例 我們最近討論的話題 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都用五年來作為一個階段 我們先去談五年後的學校會變什麼樣 其實我也很希望如果國中端的發展 剛剛陳小郎講的課程跟教學的發展 也同樣用這樣子的策略或這樣子的模式來討論的話 我們比較容易找到我們現在到底該做什麼事 也就是說剛剛主持人說的 王教授說的這個能力分班的問題 差異化教學的問題 所有的學校在103年會面對到更嚴峻的考驗就是 所有進來的孩子我們真的 他不是像過去一樣就是非常等齊的分發進來了 於是我們的學生的程度的範圍是擴大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到 所謂的能力或者是兼顧他的能力 兼顧視性兼顧興趣然後兼顧我們學校能夠負擔得起的 我們的師資我們的員額我們的老師的學科 專業等等 這是一套非常複雜的系統 那在這系統之下我們只好把時間拉長去看說 五年後我們期望我們的校園是一個什麼樣的現況 然後再回推回來現在該做什麼事情 那最近我們的討論有了一點點小小的結論就是 未來我們去想像所有的高中職 應該在學生入學填志願的時候 就要很清楚的把自己的這個學校的課程地圖都要畫出來給他看 很清楚的告訴他說如果你要選擇我這個學校的話 我會提供你什麼什麼什麼 這可能是我這個學校的特色 但是你可能也要同意進來之後 我可能給你怎麼樣做編班 怎麼樣在英文上面做能力分級 或者是未來進入高二的時候可能你的數學方面你要做一些的區隔選擇 然後呢你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是探索的 這麼多的課程讓你做探索 某部分的學分啦 但是某部分呢你可能必須要接受就是我用套裝式的東西給你了 因為學校有學校的一些限制 但是這些東西要講清楚 因為我們目前思考到最後就是說 必須要做差異化教學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呈現的是ABCDE隨便你來選說你可能是哪一個等級的你就來選 因為事實上就有很多限制 但是怎麼做設計 那目前已經討論到這樣 那我們也覺得說 未來所有的高中的學校都會面臨到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可能要事先先預想 大型的學校 城市的學校 鄉村的學校 綜合型的高中 或者是高中高職都有的等等 通通都會不一樣 那這時候怎麼去設計到 讓我們進來的孩子說他都不要放棄他的學習 那這真的是目前高中的考驗 那我覺得高中要帶頭先做 因為國中端已經被基策綁太久了 我覺得我們不能怪老師說 他反覆練習 他一直給學生重複考試 因為基策已經制約了所有的老師的教學模式 那現在這個地方解放了 短時間之內那個慣性是沒有辦法立刻調整過來的 所以我其實會建議就是 全國的高中高職的老師 應該要就是先 從我們自己的學校的改革開始做起 先來做課程的發展 先來做教學的翻轉 先來做老師專業的這個 尤其在評量方面怎麼做調整 那這個部分帶頭做了以後 我覺得國中端是可以跟上的 但是我剛剛還是講 就像陳相有說的 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那我預估是五年到十年 這個部分才有辦法慢慢調回來 那至於剛剛講的那個入學制度的那個部分 目前是拉的有點過來 那未來可能看看今年的情況怎麼樣 如果有一些的狀況發生 我相信還會做一些的調整 可能會來來回回的修正 大概是這樣 那麼建中的因應方式是什麼 就是針對就是說 學生的這個差異 這個變大這一點 我們其實在兩年前就已經成立了一個課程規劃小組 然後把學校未來可能會面對的狀況 我們已經做了很完整的一些規劃 所以這兩年當中我們是利用課外的時間 就是利用那個時候是利用每個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是組成一個課程規劃小組 因為是一個額外的工作 但可是政府沒有給任何的這種資源嘛 所以我們是讓老師們義務來參與這個工作 前進後大概開了將近七十場的會議 那我們也建構了學校非常完整的一個課程 那這裡面就是談到 我們是用自信選修作為我們一個主軸 也就是進到建中的學生 我們將來會讓他們在課程的選擇上面 剛剛所談的不管是興趣也好 能力的不同也好 我們都給他有不同的一種選擇之類 所以我們把課程分成基礎課程 發展課程跟容易課程 那基礎課程就是屬於70% 跟課綱比較一致性的部分 發展課程我們會希望發展的是 學生的多元能力 生活能力 或者是我們覺得未來所需要21世紀的一些競爭力 包括剛剛提到溝通這樣的一些能力 希望在這個發展課程裡面去發展 那我們還有一個榮譽課程 是對於學術水準特別高的學生 我們給他們有不同的機會 像AP課程等等這些的 那我剛剛想再補充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教育部針對學生的這個能力 這個差異變大這件事情我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是 我們政府投資在各級學校的學生的 這個教育投資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太均勻的 如果我們拿我們每一個學生 所得到的這個教育投資的單價 去跟OECD的國家比較的時候 我們的國小跟大學 大概是占到OECD國家的90% 那國中的部分大概有70% 但高中的部分只有60% 過去我們高中用的是所謂能力分校的方式 它雖然也許在12年無教來看 這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方式 但它卻是一個非常有效能的方式 所以老師們可以集中火力 照顧這一個範圍內的學生 所以它的教學各方面就可以很集中 它其實就是一種 剛所談的視訊教學或者是能力教學的一種模式 但現在我們要把這個模式打破 可以 也許我們說這個方式是更文明的方式 那當然你就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因為國外它之所以能夠做到就是視訊教學 它其實是用很小班 一個班25個學生甚至更少 我在國外看他們的AP課程班 一個班是7個學生在上課很多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投資 所以你必須給更多的資源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 那麼我們目前這個對於12年國教 教育部所謂的投資 其實不是放在這一塊上面 當然不是放在這個部分 這是免學費 它是免學費嘛 免學費占掉了6-70%的這個比例嘛 然後現在我們用差異化教學 誰能夠來促成這一點呢 這我完全聽得懂校長的意思 我也同意 所以差異化教學這件事情 我們等於是把這個責任就交給了老師 這個應該是所謂就是說 老師你要幫我達到差異化教學 不然你就是沒有達到任務 這個其實是不公平的 對老師講也很不公平 因為 具體的說那個能力分班 到底教育部知不支持呢 具體說他們不支持 對 具體說就是不支持 所以他們拒絕承認這個狀況 那當然也就不會投入資源了 教育部意思是說 你可以用選修的方式 但是你不可以用分班的方式這樣子 那這件事情又欠在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講的那個班級導師制 就是我們講的班級制跟導師制這個問題 今天如果我們要我們的學生 進到一所高中以後 他可以做很多課程的選修 不管是興趣的選修也好 能力選修也好 那勢必這些學生他在一個班級裡面 成班的那種過去的這種 班級管理方式就應該不復存在了 對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針對班級制的新的方式跟定義 要重新去思考 那導師的責任也要重新去思考 因為對於假設今天我是導師 我的班級的學生每一堂課都到處去選修 我怎麼去帶這個班 所以導師的這個角色跟他所負擔的責任 跟導師的這個方式都要改變 所以他應該從過去的班級導師 改成所謂的個人導師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是導師 我也許就像這個學生進來以後 我要把一千個學生分配給兩百個老師 每個人就看五個學生 那這五個學生就是我的導生 那我就叫他導師 然後帶他三年 而不像過去一樣我要帶一個班 帶三年 所以這些東西都一起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們好像不能夠那麼簡化的就是說 當我今天要用四性洋才的時候呢 用過去傳統的班級制去運作 然後用差異化教育 就可以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他其實沒有那麼單純 所以這個我同意 就是說對我來講 這個是顯而易見的這個事實 可是好像 這個也許這個倒想起來沒有錯 就是說我們現在社會對於這一點 好像這個我們也許在我們在座各位都覺得說 這個是應該是有高度共識的事情 可是實際狀況可能不是如此 尤其是資源的確應該在 在投入在這一塊上面 這裡面是多少 我呢 我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